為了被佔立法院新會期 新市長卓東泰 加在週三 週四晚 今天在原山飯店 宴擎民進黨團幹部 跟部會首長 希望能夠捍衛總預算 日前卓奎一席話說明 對總預算的重視 三連新聞掌握 卓東泰多次跟部會首長上課 演練 模擬 傳達 質詢 應答技巧 也要各部會堅定捍衛預算 而二十號總預算遭退回 二十四號將在 城市委員會排案 重新送回院會 若順利排入最快 週五 二十七號 總預算將送院會表決副委 卓奎也提點各部會 不僅要跟藍白黨團溝通 外也要加強對民眾的說明 像是衛福部重大經費 包含兒少醫療保健一百三十五億 若是照顧四百六十五億 長照八百七十九億的 這些都攸關全民健康福祉 而國防預算六千零六十八億 創新高包含國防自主 對外軍購 若預算遭退回 恐怕影響美國的民主盟友 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產生質疑 其他包含交通運輸建設 打炸經費治水預算等 發動我們的市民來做一個 對於我們的藍白兩黨呢 可能要有些抵制 否則的話我覺得預算沒辦法出去的話 不僅是弱勢 可能更前瞻性的服務 都沒有辦法到位 本來歷年都有的 跟今年特別的一些利益良善的預算 都能夠跟社會大眾 好好的說明 政院人士更透露 各不會不排除透過社群等 直接訴諸民眾 預算跟民生息息相關 反制藍白杯葛行為 政院多管旗下捍衛總預算 三線新聞高官宣援部台幣採訪到